重機騎士行進快速道路 看見前方白色貨車 貨門敞開隨風擺盪 原本想好心上前提醒駕駛 靠近一看 這麼裡頭坐著一名長髮女子 穿著清涼坐在板燈上 司機一路在限速70公里內狂飆 但女子依舊老神在在 淡地滑手機 民眾下午3點多 在台六四往西北市中和 看到貨運司機不是載貨 而是運送活生生的人 網友跟上時事詢問 確定不是人口販賣嗎 還是要運到柬埔寨 也有人緩假 人家只是太熱想開窗 但這樣的行為恐怕觸犯道交條例 駕駛在車廂外載客 可以開罰一萬八千元 汽車所有人祭典 最終可以調酷牌照 在拉妹上路出事的還有她 只見重機在一名女子 超車卻失控衝到對象 直指往前墜落山谷 網友驚呼進入神秘洞穴 在地了 有捷徑你不知道而已 左轉靠左沒毛病啊 只是倒霉的還是後頭女子 這一狀恐怕兩人都傷得不輕 記者綜合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